Hello 大家好 Hello 很感謝Daisy繼續在這裡和大家分享一些英國的資訊 今集你想問我什麼 今集我想問 我早前登記了GP 聽別人說會有一個NHS號號寄給我 但我到現在都未收到 怎麼辦 你們過來用B&O Visa 或者用LOTR 應該是叫B&O Visa 統稱 你們要付一個費用IHS 要連續付五年 直到你們成為一個公民之後 你們才不需要再付 現在大概幾千一年 你們要付 好像一千三百多 隨便吧 給多少你們都要付 你申請的時候就會知道 其實NHS號號號是很重要的 在英國有兩個號號號 我們都會跟人 跟整個世 一個叫NHS號號號 包括你去看醫生、牙醫、驗眼 也有這個號碼 其實如果嚴眼方面 是去到一個歲數 那你就不會有政府資助 這個稍後再詳細說多一點 你知不知道你的NHS號碼嗎 不知道 我要怎樣做 是不是要打他了 你是不是上網登記了 完全都沒有 上網登記了 他發了Email來 再填那份方法之後 就沒有消息了 沒有消息 我覺得這樣就要追追 或者你可以直接打電話去 你已經登記了的surgers 看看他有沒有那個號碼 其實NHS號碼 就是三排的 前面有三個figure 後中間有三個figure 後面有四個figure 不過我不知道現在會不會長了 因為人口高了 我們以前來說 我們有一個NHS號碼 我們會有一張叫做medical card 是紙來的 不是卡 這個NHS號碼就不要不見了 就算將來看醫生 不過都會很容易找到的 如果你surgers有你的 record 我們是需要這個的 如果我們要轉換醫生 其實上網現在都做到的 我們這些比較老土一點 我們有時候 因為自己去開那間surgers 不是那麼好 我們想轉去第二個家庭醫生 我們可以直接去到 你想去那間surgers 問一下他們 還會不會收這個patient 有些如果不收的話 就不收了 以前我們就是去拿方法 然後就填完那些資料 之後再交給surgers 明白 我們就可以轉 我又有另一個問題 我想問 看完醫生要拿藥 是否要付錢 拿藥就要付錢 英國都很好看 所以我們都要付錢 之後的小朋友 或者去到一個年紀以上 是不需要的 大家去看醫生的時候 都很擔心問 究竟是英國看醫生 又不用錢 拿藥就說很貴 我又在這裡又說一下 英國看醫生 不是經常給你藥來吃的 是不像你們香港看醫生 看到你們一個發燒 一個傷風 五六種藥 我看到那包藥 我都覺得 你真的覺得就過份 是啊 我們這裡真的很主張 我們自己靠自己的 immune system 去跟那個打仗 OK 就說回藥那裏 如果大家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通常都會建議 你們自己 如果不需要吃藥的話 都是叫你買這個叫paracetamol 自己市面上買就可以了 你可以便宜的 三十多篇一下 再不是貴一點的 兩磅幾三磅幾 我有個做護士的朋友 他都退休了 他就說 可以了超級市場那些 便宜的那些都沒問題了 是的 好像例如敏感藥 例如antastomy paradoc paradoc 和這個iprofen 全部這些都可以在市面上買到 但唯一大家要吃這些 吃藥的時候 就要注意一點點 paracetamol 主要是指頭痛 頭暈 如果你的胃不是那麼好的 或者會建議 吃這個iprofen 或者會比較好一點點 敏感藥的話 其實很多小朋友都很容易敏感 我們都很容易敏感 尤其是深夜有個花粉症 所以我們買普通的antastomy for hay fever 那些都已經可以了 是的 如果突然之間 很急 有一次我兒子去中文學校 我們開派對 就吃了個蝦 他就有那個叫做 抹蠅腸 Sorry 那個腫 就說癢了 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不要急 馬上去超級市場 買一盒 我們叫做antastomy 敏感 吃一顆下去 就可以靜靜下去 明白 因為嚴重的 馬上要去醫院 因為很多人有好敏感 例如花生敏感 或者其他敏感 我們最重要是不要叛逆 明白 這個就很簡單 但吃什麼藥都應該要 首先要做醫生先 沒錯 因為每個人都不同 沒錯 每個人的體質都不同 但是醫生說了 都是叫你 主要都是吃那兩種 還有要看一下吃那個份量 因為買這類的食藥的時候 他的minegram都不同 所以要看一下那個份量 我都不太建議大家 立面吃藥 我自己頂不住才吃藥 我也很少吃藥 是的 說回這個prescription 當你們去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就會開一張這樣的prescription 在後面 其實因為現在這張是假的 沒有itemize 他好像舉例 我把這些item都寫下來 如果每個月有四種五種藥 英國現在 是否逐樣要幾千 是的 以前一張單 說你十樣 都是收一個價錢 但是始終pation多了 人口多了 資源又少了 現在是逐樣計的 每一樣 應該現在幾千 九磅幾一個item 所以就自己看 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也會很好 他就問 啊這樣 這件事你在市面上買 就會便宜一點 那你自己買 那他寫個名字給你 那如果他一樣 一定要是GP開的 那他才寫下去 又或者這樣的 他叫你照寫下去 然後你去到藥房 pharmacy那裏 就問他 哪一樣會便宜一點 如果那樣市面上 買便宜過醫生的prescription 那pharmacy那裏 他都會收你便宜的價錢 就不用這張prescription 那英國是很好的 有時候我們去到的時候 他會 那個pharmacy 那個人就說 你這個東西 用prescription要九磅幾 但是你現在買 六磅幾 那不如你不要用這個 那我不是全部都是 看一下 剛好你遇到那個 有沒有這麼好人 普通我們大人去買藥 就這樣去拿 但是有些長期病患 或者老人家那些買藥 就是很貴 他們經常都要買 那又跟大家說回這張紙 那這裏有很多個材料在這裏 如果你是Under16歲 那你就不用付錢 你就要take 你要take 還有在那裏簽 下面埋個龜 你拿藥的時候 那他就撕掉它 那他就會keep 那一張 16歲以下 是不需要付錢 拿藥 那如果你16歲以後 不讀書 16、17、18 不讀書 因為英國很多小朋友 16歲就不讀書 不上學 去工作 而你是16、17、18歲 你還是我們叫 Full Time Education Full Time Education 你不要想著我讀大學 都是叫Full Time Education 讀大學就不屬於Full Time Education 它就當你是一個 independent 是獨立了 那如果你是在讀 college 讀學校 例如6th form 那你都屬於Full Time Education 那你們拿藥 都是不用錢的 是的 另外就是 過了60歲以上 都是不需要付錢 OK 是的 另外呢 又或者有些 你們一些 好像你大肚子 我們叫Maternity Certificate 的卡 只要他們會有一張卡 給你 證明你是哪一類的 那你都可以是不用錢的 那你就要take a take 你要take a take 舉例 如果好像 For example 我是一個長期病患 那我呢 醫生就會證明 證明了我是 那就會給我一張卡 我們都要定期 我們 regularly去驗 和去check 的 不是想著 我長期病患 你多寫藥給我 不是的 我們都不建議大家 拿藥之後 去浪費 因為有時候 我在香港見到 有些人拿了藥 又不吃 一袋二袋 放在這裡 我覺得 又不吃 他又不吃 是啊 其實我見到 我的親戚都有 是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就是不應該 因為你這樣等於 一個浪費資源 沒錯 需要的 就要 不需要 就不要 又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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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派米 這樣 算了 不要緊要 希望你們不要介意 另外 如果大家真的 例如 好像皮膚上面 有些問題 都長期都要 都要 拿一些的藥 例如 洗澡水 各方面 每一次去拿 都比較貴 如果大家剛好 那張單的 list 很多的 我都建議 可能 如果你是每兩三個月 都會去重複的話 你們是可以去到這個 藥房 那裏 就跟他買一隻 叫做PPC Course 那你三個月內 你只是給三十磅二十五 那你三個月內 你就拿那些藥 都是不用錢的了 因為你給了三十磅二十五 那你剛好 那你那次拿成十種 那你十種 那你要九十磅 那你不如買一張三十磅二十 那就很划算 那你已經三個月 你買了 你只不過填完 然後就這樣 那如果你是一年的 那它就是一百零八磅 一十 不過當然 就看一下 我就不要叫大家 每個都這樣去填完 然後又不用 給多一點 我又覺得沒問題 都是幫回這個 你不覺得 幫回這個 OK 講完拿藥了 那 驗眼吧 驗眼好像說很貴的 是啊 驗眼很貴的 其實以前我回香港才驗的 因為每一次都要二十幾磅 好像 還是三十磅 我不記得了 是說很久以前 我是不會回香港驗的 因為很久以前 回香港驗眼 配眼鏡都很便宜 但是現在我就覺得 這裏好像比較詳細 那我都近這十幾年 都是英國驗眼和配眼鏡 那小朋友呢 小朋友好像驗眼 是不是都不用錢 是啊 多少歲才不用錢 沒錯啦 如果都是這個啦 如果他是十六歲 那就驗眼是不用錢的 還有Full Time Medication 都是驗眼都是不用錢的 那小朋友配眼鏡 有沒有折扣的 有的 如果NHS來說 他會有少少的錢加進去 嗯 譬如你買一副眼鏡是九十九磅 那他可能會減少少那個 就是幫助 因為有需要嘛 那你才 這個政府才會有少少的資助 但是不是很多 不過英國買眼鏡都很便宜的 很常買一對 第二對半家 是 是 是很常的 如果你說我在這裡驗了眼之後 那你們都可以上網買眼鏡 因為英國的眼鏡是很老套 哈哈哈哈 那鏡片怎麼配啊 上網買了 你其實直接鏡片配的 你只不過你去給錢 去普通的驗魚眼 你有那個動數在那裡 那你就上網寄給他 不過你就自己對著那個東西來 去驗 不是驗 看一看眼鏡適不適合自己 哦明白 就是你上網買 你就給他一個動數 然後就寄給你 上網買便便宜一點 明白 那我兒子都有 那為什麼說這裡的眼鏡比較老套 還有可能是老套 但是我過去這十幾年 我都是在這裡 十幾二十年都是在這裡 以前回香港 這裡也不多人戴眼鏡 所以不用那麼花款 是嗎 是 還有最重要一樣東西 我鼻扁 哦 還有這裡可能的眼鏡 是略為適合外國人 因為他們的壁 那個壁 比較高 明白 所以這樣東西 還有那些款 就不是真的那麼多 那麼主要 英國就兩間 比較我們大型的 不止三間的 驗眼和眼鏡店 一間Boss 一間我們叫 Spec Saver 另外一間叫 Vision Express 另外Local也有一些小型的眼鏡 還有眼鏡 我都建議大家去驗一下 還有這裡驗眼和香港驗 是不同的 這裡很細心 是的 有個驗光師 又要這樣又要這樣 比較全面一點 香港你只放在電 那個電 就算了 現在都要入房 現在都要入房 都要入房驗的 因為我太久沒有了 太久沒有了已經不同了 我想問一下牙醫呢 牙醫那裡又是怎樣 牙醫呢 就真是很難說 現在牙醫其實都很緊張 很多地方根本是 未必會接受這個叫做NHS patient OK 我就建議大家都是打電話去 了解自己附近 附近究竟任務 其實NHS patient 和不是NHS patient的收法又怎樣 明明你牙醫都收人 為什麼不收NHS patient 其實它們是一個quota 一個限價 因為它收了那個 政府就補貼一點點 去檢驗 看牙 英國牙醫這方面 是不便宜的 比較貴 都全面 是很視乎你 遇不適合一個好的dentist 其實我在這裏這麼久 遇到好的 到這裏就要搬 搬去第二個 就麻煩了少少 這個就 希望good luck for大家 或者問一下 人 如果你住在那裏 可以認識一些的朋友 我常常看哪裏有好的dentist 我其實都不用問 應該這麼說 問可能都未必問到 上網看review 我就最喜歡上網看review 是的 英國人最喜歡 應該說西人 外國人 最喜歡寫review 我會去很多不同的review 當然 可能剛好她那次 都不能給一顆星 或者不給星 不要看一個 看長一點 看完 看長一點 好的 今集就分享到這裏 你登記了牙醫沒有 沒有 我都要快點登記 快點登記 定期檢查就ok的 其實普通檢查 大概現在是二十幾磅左右 就幫你洗完牙 不過現在有些牙醫 我覺得比以前來說就差了 大家再回去看看 所以如果那個不行的話 就轉個另一家牙醫 你可以排waiting list 看哪一家牙醫就去那家 明白 好 今集就分享到這裏 多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 拜拜 別客氣